优选鲜牛乳 更多活蛋白 升级活鲜奶 鲜声夺人 活力开唱 有请歌王小沈阳带来 东北民谣 这首歌是我 个人太喜欢的一首歌 毛毛这歌写的 我听到第一遍的时候 感觉特别的亲戚 但是听了完整首歌以后 挺感动的吧 有请歌王小沈阳带来 东北民谣 音乐 三角的梅花红了满山滴血 小调指引月牙照人眠 小伙儿赶着马车手里 攥着窗面 将风吹过他通红的脸 落骨声声正月正 抱住声音乐 落轻易地火 家家户户都点上花灯 又是一年好收成 又是一年好收成 也不回头 姑娘喊着眼泪 孤单站在门口 意安枉断了多少歌球 大雪鋒门在送残生 烈火烧不尽心上的人 霜花满窗就在此凉晨 我俩就定了终身 霜北残阳是她的红妆 衣衫从白做伴娘 等她的晴朗那一清幻想 今生我只与你成双 若不声声正月正 若不声音落进你地步 家家户户都点上花灯 又是一年好收成 家家户户都点上花灯 又是一年好收成 清淋淋的江水滔滔流了多久 想哪有此一去不回头 孤单爱着眼泪孤单站在门口 一夜望断流 多少个秋 一夜望断流 多少个秋 我想这个时候唱到现在了 应该由索娜出现了 对 索娜我一直从小 我五六岁就开始接触 因为我爸爸那个时候是 他是扭秧歌的头 就是在膝位那个 在膝位那个 索娜这种乐器呢 你说你高兴的时候吹 他能把你膝里吹得很美 你要是悲伤的时候 他能把你吹哭了 就是这么一个乐器 是 我唱这歌 我还是毛毛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女孩在正月的时候 送她的男朋友去外地打工 男朋友说你等我一年 我就回来挣着钱 咱俩好好过日子 就把婚结了 这个去了以后 第二年她就没回来 这个女孩继续等 她又没回来 她就每年过着这样的生活 你看她里边词写得多好那种向往 你回来我就松柏给我做伴娘 等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等到七十年六十年 她还是没回来 最后这个女孩 她得了老年痴呆 尾巴是开放时 这么一个故事 毛毛写的每一个词啊 它都让我想到我们东北 尤其我小的时候那种景象 刚开始的时候 我跟导演组要求了 我说用这牛车 因为这个工具 是我小时候 最基本的工具 我跟我父亲 去我老爷家 我们俩就翻山越岭 越两个岭走走着去 如果有这个车的话 我们俩会很省事 所以我就 对这个特别有感触 谢谢沈阳哥 来 请先回到你的王座上 谢谢 让我们有请挑战者江潮 三元七十二度 优选鲜牛乳 更多活蛋白 升级活鲜奶 新生夺人活力开唱 有请挑战者江潮带来 眼色 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挺犹豫的 真的是很紧张 我一直在考虑 到底要不要 踏出这一步来挑战自己 还是不熟悉舞台 没有在舞台上唱过歌 还是很怯场吧 身边是神的密集 已经被解开 像是别压的对白 不再精彩 一粒沙白太热的眼眶 流出爱几眼后 古老的眼泪 拜拜 飞快而永远 是流生地在狂欢 心就没负担 心就没负担 耳朵被音乐塞满 抛上云端 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 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 一阵夜 眨眼一瞬间 一阵夜 醒来 笑容 我眼睛的黑色 谁能 逃得住我的罪灭 我会 让你跌入 无声不见地的快乐 无法 忘记我的 双眼 穿越的 只留身体在狂欢 心就没负担 耳朵被音乐塞满 抛上云端 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 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 一阵夜 眨眼一瞬间 醒来 笑容 我眼睛的黑色 醒来 醒来 逃得住我的罪灭 我会 让你心甘情愿 把一切都给我 只要 看着我的双眼 醒来 笑容 我眼睛的黑色 醒来 只赞出我的 尝尝 我会 让你跌入 闪不见地的快乐 无法 你忘记我的 双眼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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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